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疫情是不是发猪瘟和犯牛瘟的朋友 就是一种病 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讲讲那种病 但是丧尸录是很奇怪的 因为我们一般幻想的丧尸是怎样呢? 或者我们的戏里面告诉我们的丧尸是怎样 就这样吧 对 你会犯一次就这样 对 你这就是病了的丧尸很明显 丧尸很厉害的丧尸 是吗 这么厉害的吗 在爽咬的 是吗 他是捉不到食物的丧尸 他是没办法去抓空吃的丧尸 因为丧尸我们也想到是会四周追着人咬 会去吃人 或者咬人 再传播这个病毒 但是你想想一样东西 其实丧尸录这个 丧尸跟录这种东西混合 其实是有点怪异的 因为录是吃什么的? 不录的? 录吃很多东西的 我真的很恨那些死人录的 你去到是贝尼腐那个 贝尼尔那个墓 贝尼腐 贝尼腐那个乙的香痕 是 贝尼腐 是 贝尼腐 在日本也有很多鹿的嘛 在内粮大家就是看鹿的嘛 贝尼腐就是内粮的嘛 贝尼腐就是内粮的 但是他喂他 很恐怖啊那些鹿 真的很恐怖的 有什么恐怖 他追着你屁屁来咬的 你会吓小狗啊兔子啊 然后远他们 我想问你问题 你的屁屁是不是插纸红萝 然后追着你 最近呢刚刚最近真的有新闻了 因为呢其实那里就是鹿公园 是 那已经有很多 就是好像 鱼公园都有很多 卖鱼粮 是 鹿公园那里就有很多 买鹿粮 是 但是同时呢 卖鹿粮的附近呢 都有很多些人吃的小食亭 是 那他们呢已经吃鹿粮 吃到厌了 开始就喜欢吃人的食物 那你觉得人的位置有问题 然后他们呢 就会在一些小食亭附近等你们 是 就会可能会吓那些人 买完的食物 就扔给他们 哦 接着最近有新闻呢 就有个 不知道是国内的人士 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人士 就是蓝蛇 就喂他 那只鹿窗狂到咬了一个手指 哇 吃了手指啊 吃咬了一个手指 看新闻都有的 但是呢 因为呢 这个是 这个是关于 这些狗 不是 你刚才这个话题呢 就牵涉到猫文生态烈奇的内容 我也是做猫文 不是 有些人说你叫Erica 懂得动很不惯 哈哈 哎 不动的 不是 那因为呢 你明白啊 就是那个是卫耳食的问题 或者鹿的问题 但是鹿一般是吃齋的嘛 就是鹿是吃这个草食 草饼啊 它是草食动物来的嘛 嗯 但是那个点是 如果你的丧尸是咬人 然后鹿呢 那它本身是吃草的 那它是不是双尸会咬人呢 施变 那其实呢 不是的 是有少少分别 这个呢就是大家呢 跟 怎样理解丧尸这件事是有关的 我们不如先看一些图片先啦 就是看下这个星期呢 其实很多的外国的媒体呢 都有报道的啦 那么呢 首先譬如第一单 第一条啦 Business Insider的 就讲这个 丧尸鹿的疾病呢 现在呢 是席卷美国的24个州份啦 那还有呢 你有可能呢 或者如果你是住美国的话呢 你有可能呢 是吃了一些 感染了这种 丧尸病毒的鹿肉呢 你也是不知道的 因为美国人是会吃鹿肉的 是呀 会呀 香港现在有些餐厅都有鹿肉的 嗯 但是你不知道 吃了一些鹿肉呢 究竟里面是否受到感染的 嗯 好了再下一条题啦 下一条题呢 你会见到另外一个的说法 就是Zombie Deer 即是这个丧尸鹿 那是一条猪 不是鹿 是鹿的 是鹿来的 是鹿来的 这个丧尸鹿呢 就说呢 它的疾病呢 已经是传播到24个美国的州份 甚至乎呢 其实不止美国的 加拿大已经有了 嗯 甚至乎有些的说法呢 是连韩国呢 即是南韩呢 都有这个的疫情出现的 嗯 而呢 这个是越来越对人类呢 是有一个的威胁在这里 这个大家 整天都听到 是 是 我们上集星期日 讲奇奥研究社的时候 不是讲这个地球101种死法 是啊 应该是102 是啊 地球生物的101种死法 今天讲102了 是啊 那就会不会呢 令到我们的人类 是进入一个灭绝的危机呢 好了 第三 再看另外一个RT的报导 啊 sorry 这个是Future的报导 那他就说呢 丧尸鹿的病毒呢 是有可能传到去人的 咱们扣子 呖 这么说呢 这就是 三个小鸟 加分一下 而这样 用来就行了 我们应该还预算 通过 потому 这就是